在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梗脑梗 这背后原因很多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多人长期忽视 今天的张大夫用一个视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重要的因素 实际说到这儿呢 就不得不说动脉周样硬化性的病变怎么长的 张大夫时常给大家说 说这个心梗脑梗的病例基础 就是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这种黄澄澄的周样斑块 这周样斑块我要控制好血脂 甚至要注意改善一些生活方式 但是其实在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多长这种周样斑块的背后 还有一个因素 好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说到这儿 好多朋友猜到了 张大夫你又要讲吸烟 不是张大夫今天不讲吸烟 今天讲的是糖尿病 实际上糖尿病是导致中国人发生严重心脑 血管疾病一个重要的原因 糖尿病这个原因的好多人的还长期被忽视 我今天的谈一谈糖尿病和他之间的关系 要说到糖尿病导致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好多人没感受 我给大家说一点数据大家看是不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人们几乎身边没有糖尿病患者 当时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也不足1% 所以说我小时候要听到身边谁得糖尿病了 我的感受是 这个人怎么尿里还会有糖呢 人们都有这种感受 因为他发病率低 所以说人不理解 后来呢 当时光走到新千年 这个时候中国人的日子好起来了 糖尿病的发生几率就开始跟着欧洲和美国那种趋势很像 就开始升提升 升到了多少呢 升到了5% 而这个时候人们是不是感受到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也多了 到了2008年开夏季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可以说几乎人们天天在过年 那个时候糖尿病的发生几率已经提升到了9.7% 到了2013年的时候提升到了10.9% 今年是2023年 不知道这个几率到底提升了多少 我相信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判定 而伴随着糖尿病这种发病率的升高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 我们身边那些得心梗 得脑梗 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多了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医学上把糖尿病和这种黄澄澄的周样斑块 也就是动脉周样硬化性的疾病 化为等微征 等微征医学名词 实际上老百姓的话 几乎可以化等块 你得了糖尿病你不好好控制血糖 你真有可能啊 在不远的将来就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至少呢你能找到这种周样斑块 说到这手机前的好多朋友有感受说张大夫还真就这么回事 我就是得糖尿病一段时间没好好管理最后发生的这种啊 这个周样斑块 无论是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甚至颈动脑斑块 那么为什么血糖会影响这个周样斑块的发生呢 实际上就是血糖它会启动诸多的这种危害 血糖的异常呢 损伤血管内皮 而血脑内皮功能一旦受损伤 就被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进入皮下 滲透到皮下 这个创造了条件 低密度脂蛋白滲进去之后 这个 聚氏细胞去吞噬它 变成泡沫细胞 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再加上血糖高的影响 慢慢的这个大斑块就长出来 越长越大斑块破了 好多人最后心梗了 脑梗了等等 所以说呢就是这么一个病变 江大夫今天说了这么多 还是劝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一定要改善生活方式 尽量不让血糖高起来 高起来的 尤其是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 还不能诊断糖尿病 但是高一些的人 严格改善生活方式 必要的时候在医生指导下治疗 糖尿病患者 那就更得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治疗 当然张大夫也时常给大家讲这方面的知识 你比如说视频下方的这个糖尿病专栏课程 我就是从一个心血管医生的角度 讲的糖尿病 就告诉大家不但要控制好血糖 你还要控制好血糖带来的 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也就是保护好你的心脏和血管 我从这个角度讲了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点击去看 但是呢 张大夫在这个视频最后 还是想奉劝那些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没得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状态 或者说咱们已经得了糖尿病 就是所有的中国现在的人群 大家一定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 大家想上世纪八十年代 为什么糖尿病发病率低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有辆车子就不错了 能骑着车子就不错了 所以说人们体力活动多 吃的也没那么好 后期是什么呀 新千年之后开始有车 吃的也好 天天过年 糖尿病能发生率不升高吗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张大夫还是建议大家 改善生活方式甚至有的层面 有的时候我们要过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子 大家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子吗 好了今天说这么多吧 大家觉得这个视频不错呢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更多这个心血管医生 认识糖尿病的知识呢 可以点视频下方的这个专栏课 咱们今天讲到这儿 也希望大家的关注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让自己少发生心脑血管疾病